這款遊戲叫做Small Cargo 那怎麼說呢 他應該是一款吊車類型的闖關遊戲吧 就這樣認定好了 那他這邊的教學是說你按著左邊螢幕就可以往左邊動 然後按著右邊螢幕就可以往右邊動 然後值得注意的是他 左右穿越螢幕的時候是會跑到對象 就另外一邊去 你可以從對面跑回來 那我們基本上是只要控制這個左右的方向就好了 然後讓這個小魚的這個箱子呢能夠 安然的到達他要到的地方 那途中可以吃這個小魚 就不知道意義何在喔 然後並不是碰到所有的地形都會直接掛掉 你可以稍微有一個緩衝這樣 禮物箱喔 不知道什麼 應該是什麼道具之類的吧 我們來看看喔 剛剛一個是三角形叉叉的一個 他現在裝備在上面 我們level 2就直接開始 他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功能 這邊要怎麼辦 沒有錄耶 他這個是什麼 從來一次好了 所以所以每次開始的地形也 也不一樣 他沒有剛剛那個奇怪的地形 然後剛剛 這又什麼 他可以推他喔 喔他還要喔這樣我來不及耶 我一開始就去推他 好這樣我知道了大概理解他的一些機關是什麼 就是你途中會有要推動的箱子 然後再來是剛剛那個 禮物箱打開的三角形 那個好像是沒有辦法吃魚的一個 妨礙的道具 OK這樣我理解 然後這個黃色一定就是會黏住的 會讓你黏在牆壁上的東西 OK 完美的過關了 一樣有禮物箱 20塊不知道怎麼幹嘛 繼續往第3關移動吧 第3關不知道會不會再難一點 因為他每一關感覺 畢竟是隨機的 所以不知道難度到底是有沒有往上 這邊一樣安安穩穩的 過關喔 吃這些小魚 玩過程中其實還蠻無聊的 你就是只能左右動 你沒有辦法說 點螢幕幹嘛做一些其他的事 這是他比較 需要耐心的地方 喔這個感覺是好東西 FREE CONTINUE 免費的接關啦 一個小道具這樣子 好第4關第4關 剛差點卡死 欸這又是剛那個挖 挖挖挖來不及了 我應該要往右了我在幹嘛 啊 好啦第4關重來一遍 好啦第4關重來一遍 可是他地形好像都會變所以 不一定會遇到剛剛那個東西 有點危險 我還蠻期待他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新的 場景的道具 不然 如果只是一直這樣子的話其實 有點無聊 然後你可以藉由這個箱子的晃動吃到大概 多一點的魚吧 就這樣晃 你可以吃到好幾條 喔又是 又是不能吃魚了 這到底是 怎麼樣 一樣的 第5關 我在猜他的那個故事背景是不是譬如說我們要送 這些魚 的貨物到 某一個定點 所以我們沿途中要不斷的吃魚然後裝滿我們的貨物這樣 我猜的啦 不然他根本任何 故事都沒有然後就突然開始了然後魚也是一個不知所云的感覺 我幫他解釋的還不錯吧 這邊就是剛剛我那個需要推箱子的部分 他很賤耶他下面 故意這樣給你甩一下之後碰到那個黏著你就完了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他其實我剛剛一直都是按左下角那個闖關模式 那他右下角那個有一個類似無鏡模式的東西就無限 就一直闖看你能跑多遠 那 這種東西就是可能道具會比較複雜 然後地形也會比較困難 就比較有遊玩的樂趣啊 哇 馬上就 馬上就死了 好沒關係再來一次 剛剛那個真的是 距離太短 可是到底為什麼你 調車 送這些貨物是要一直往下 而不是譬如說 左右然後跑一個很長的距離 蠻奇怪的喔怎麼會一直往下 你這吊車是在幾樓啊 OKOK安安穩穩的 這很像那種夾娃娃的時候你在甩爪的感覺 就讓那個箱子一直晃來晃去 這是什麼 讓重量不要那麼重所以速度比較慢的 三角形道具嗎 看起來感覺是這樣因為 他剛一吃到的時候突然這整個感覺箱子有變輕一點點 OKOK 過關過關 還蠻順的我覺得我現在 做的還蠻順的 一次吃一堆魚 對啊 你們看其實吃了之後他就突然速度有稍微變慢一點點 撞到 這在幹嘛 撞到牆壁的時候其實他會稍微那一下 唉唉唉 唉這 煩耶 好啦總之Smoke Cargo這款遊戲就是 我覺得無盡模式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不斷的往下探索 那其中就是要注意他一些很討人厭的機關 大概是這樣 一款 這算什麼送貨類型的遊戲嗎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定義啊 小遊戲 那一樣想看我家影片你可以點影片左右兩方我們就 這樣子喔 有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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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